这个蹦床有危险吗 如果玩不好就是截摊呢 你们最强的对手是谁 我们没有对手 对手就是自己 我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啊 和老二啊 你老是这样的心态 教练着急吗 我也挨得住骂 也挨得住恋 那你凭什么 教练认为你可以 他就觉得你可以 你必须要上 然后你帮你 必须要加难度 那你自己做到没有 就是我随便比 我都可以拿冠军 好的 中国的这种坚持坚忍 还有包括特别拼特别要的那种精神 中国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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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练的场馆了 后来新建的 这条件是真的挺好的 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 对呀 那你觉得像练体操 或者是练蹦床这样的项目 是不是必须得苦练呢 必须苦练 因为就是如果不苦练 基本上就很难出来 这么一个训练的条件 包括像这个这么苦 那又怎么坚持下来呢 就是其实后来也习惯 就是我们就属于一种 只要你没有到 起不来床 哪怕你发烧都要训练 就是发烧 你就是跑步跑到你退烧 就是大量的出汗 然后你就退烧了 当时我去国家队的时候 不算是特别好的一个人选 因为当时国家队急需 这样一批人可以上去 做后备人才 那我当时是挑的是 算全国前六 好像觉得全国前六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你去到国家队以后 我发现我跟人家是天差地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压力大吗 其实我对自己的期望值没有这么高 我一直都是被推着走的那个人 我希望我能去奥运这个舞台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到 就是我的教练 我的领导 他们就是把我推上去的那些人 他的压力也很大 他要负责 你为什么选河文呢 对 他一定要有可塑的地方 对 所以他就天天下班以后来顶我训练 那像教练这样逼着你 但你还能承受 我能承受 我就天天哭 我到国家队天天哭 我也挨得住骂 也挨得住练 你觉得像练蹦床这样的项目 有危险吗 危险性很大 从感觉上来讲 体操好像使它更危险一点 体操可能受伤的频率会高一些 它的高度不会达到蹦床的这么高 落下来受伤的这个严重性 不如蹦床的严重 如果玩不好 就是结瘫 它的危险性更大一些 你从一开始来讲 其实并不是一个野心很大的运动员 对 从你的这个条件上来讲 你自己也不认为你是特别好的 那你凭什么教练认为你可以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教练的眼光 是一种非常有魔力的眼光 他就觉得你可以 你必须要上 然后你必须要加难度 那你自己做到没有 我做到了 你怎么做到的 教练给我什么样 或者领导给我什么样的任务 我都是可以完成的 那怎么完成的 就比如说我的起跳 比如说我50个起跳 然后达到多少时间 你才可以下课 每次都差那么零点零几秒 就是50个起跳 我要跳四五组才下课 就真的跳到一边跳一边哭 然后所有的运动员都走 大家都走 说侯娜加油 加油 就这样 然后大家都走 回到房间已经是八点半 快九点了 那就是说这个 其实是在队里头 你是练得最苦的一个人 对 你前面 我们已经练了很多了 然后我们领导突然来了 就说 那个侯娜你给我来一趟 难度的 但我教练就说 可能他现在 没体力了 没体力了 可能不适合 对 我们领导就非常凶 他说我跟你说话了吗 我问过你了吗 我现在问的是何文娜 你能不能来 我说我能 上去我就成功了 他就跟我教练说 你看 人家运动员都没有说话 你凭什么替他说话 当时主人是谁 高档 高健 高尔导 这么凶 他说 运动员都没有说不行 你教练为什么要说不行 到了08年的7月份 我们都还在竞争 他们没有想 真的说 让你去参加奥运会 因为我太新人了 因为我的师姐是第一人选 广东的中心名是第二人选 然后我可能是第三人选 我觉得每一步 我的教练对我的决策都非常的好 他就会跟我说 一定要成功率 因为有的时候 我会看你的过程 你的难度 但他一定会看成功率 所以你们那时候 其实教练组跟教练组也在竞争 也在掐 在掐 然后我们的队医 当时开会也很频繁 因为要决定 要汇报每一个人 每一天的训练 情况 然后我又受伤了 训练的时候就软腿了 就是不小心出现失误 然后落地的时候 就是膝盖落得地 然后当时就站不起来了 教练把我抱下去的 然后当时一下来我就哭了 我哭不是因为我站不起来 是我觉得我参加不了奥运会了 那天开会完 我的教练就跟我的队医说 一伙领导问你 何无量的伤 你就说他没问题 因为一旦告诉你你有问题 你可能就真的就不行了 站不起来了 对 但是你那时候 到底有问题没问题 夫人带撕裂 夫人带撕裂 我这有一个 掉了一个骨头碎片 就一直卡着我 特别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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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教练员就为了不耽误我训练 我的队医就跟我说 我是因为发育不良 所以我就一直以为 我是发育的不好 我是两个脚踝 一个脚一圈骨刺 一圈 就练得多一点 它就肿 对 一肿以后呢 这个骨刺它就扎我这肉 扎疼 特别特别疼 我那时候真的是在上场比赛之前 生给那儿剁 就是给它剁木了 麻了 不疼上场就是开始 直接就开始比赛 只能是这样 所以您是我小时候的榜样 哎呦 真的是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得多疼 所以那个时候你真的全凭意志 算是 你好 那像文娜那时候 小时候是您亲自带的 对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偷懒 偷懒很正常 满着教授躲在脚在角落 用那个水啊 是吧 它比较娇气 特别是练劈腿的时候 压楼嫩的时候 体操楼嫩这一关特别要过 是是是 所以说当时压疼就跑 我妈妈用摩托车追我 都追不上 我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啊 嗯 何老二啊 对啊 对 这个何老二的意思就是 你老是老二呗 就拿不了冠军 那个节就是到了国家队之后 然后比赛就是老师会输给我的师姐 对就是老二老二就这么来的 这个当时师姐是哪位 黄珊珊 啊 他基本就是从小陪着我 他也是福建人好像 对 对 就包括我小时候比赛 我可能抢网抢不过别人 也是我师姐帮我抢的网 就是我们要赛前训练嘛 好 平常大家就是抢网上 你不抢 你就没有得上 嗯 所以就基本上 他就是帮我抢网 然后 整个成长过程就跟他在一起 嗯 嗯 我当时是在08年的前一两战 在国外比赛西班牙 那我就超过我师姐 我当时就是觉得很内疚 我怎么可以超过我的偶像 嗯 所以当我第一次站在他的上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呀 我怎么能站在我师姐的前面呢 嗯 那时候后来我听过一句话叫做 呃最好的就是尊重和崇拜 就是超越你的偶像 嗯 几个人能参加奥运会 两个 只有俩 嗯 蹦床只有一块金牌吗 只有一块 你们最强的对手是谁 我们没有对手 对手就是自己 嗯 就是只要我们成功了 反正第一第二都会是我们的 嗯 像这个08年奥运会 北京那时候 你们四个人到六个人抢两个位置 对 最后选拔上了 对 然后就这样顺利地去了奥运村 嗯 那奥运村也不稳定 因为比如说你怯场 对 比如说你受伤 随时可以把你换掉 然后在24小时 过了之后 然后我教练那天带着我和我的师兄 在奥运村走 他就突然来了一句 恭喜你们俩 你们顺利参加奥运会了 教练跟你们说完这个 当时什么心情啊 就是我是一个新人 我什么都不懂 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嗯 对 就是傻傻的就去了 其实大家也没有给你更多的压力 也没说你能够拿金牌 没有 就觉得 我自己觉得 哎呀能参加就不错了 嗯 如果我可以站在这个领奖台上 那我会更高兴 嗯 但是如果站不上 我觉得人生的高光 也就也就到了 他们每天都得压韧带 对对对 每天必须 每天怎么个压韧带 我们小时候压韧带 是把腿敲在上面 来 然后教练踩在上面 就这样 往下踩 然后手往上拉 然后就让人数秒 那这个不就很好了吗 还怎么拉呀 但是他这样的胯还是歪的 歪的 因为体操很多的跳步这些 他如果压歪的话 他跳步也是歪的 必须屁股收正来 这块要收正 每天都要压 这都很棒了 我们小时候压 这多棒啊 这膝盖 是脚大在这 然后后面坐这 我哪 你现在还能拉吗 我试试看啊 哇 还是很 哎呦 那这基本功还在 还是不错 还是基本功还在 还在 不错 还在 看到姐姐了没有 那像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的这个师姐 最后 我反而没能拿到金牌 你拿了 我觉得我师姐那一刻 他也不知道 他发生了什么 突然就是 中间一个软腿 他就失误了 然后我在下面看 我就觉得 天哪 我没有靠山了 就是唯一能够支撑我 在这个奥运村里 能够支撑我的人 他失误了 那你就不觉得 哎呀 我机会来了 没有 我很害怕 当时是很沮丧的 嗯 8月18号决赛的时候 我就一直 就是不期待 我上场的那一刻 我害怕极了 我觉得 全场都在看 我一个就是中国人 紧张到手脚都是冰的 嗯 然后那个镜头 又突然照相 我又很不习惯 那个时候 我就一看到镜头 就很不好意思 你们当时是扛了压力的 你们这块金牌 应该是要拿的 对吗 对 我们必须要拿 因为俄罗斯非常的强 哦 对 国际上对俄罗斯的运动员的认可 是什么样 就是他成功 基本上 他和我师姐 就轮流冠军 而且他就是那种 在国际上 有很长时间的舞台的经验 所以在国际上的裁判 对他也是非常的认可的 嗯 我跟他来说 我肯定是有劣势的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拼心力 嗯 他越想拿 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 对 击取两周180 后织两周720 结束 我一看到他失误 其实我也紧张 因为你觉得机会来了 对啊 对啊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更紧张 是 嗯 那你后来这个怎么比的呢 我当时就想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到我到我 我上去的每一个动作 我都想 哎呀不能歪不能 心里有很多的小画面 和小想法 所以在上场之前 你那时候过每一个动作吗 过 一定要过 过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紧张吗 还是已经全部放下了 我觉得那个气 就是一直提着的 嗯 当时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狠 如果你有一点胆小 你可能就泡汤了 嗯 所以我就当时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成 我一定能成 我一定可以 就是不断地心里暗示 嗯 给自己鼓励 对 我教练就说 就是比赛 是训练的一面镜子 嗯 你练得怎么样 你再到你比赛 你就有什么样的底气 对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训练的最后一套 我练完我就下课 像等到你做完动作下来以后 教练是不是就觉得你拿了 没有 你知道我教练就是脸色 就是那种 没有血色的 一看分 啊 就这样 就觉得太高兴了 我自己当时领奖都 我自己都是懵的 天呐 我会站在第一的领奖台上 我居然可以唱着国歌 看着我们国家的国旗升起 我都不会哭 我都不会笑了 可能像羽毛球 乒乓球 它是一个拉锯站 它很长时间 对 蹦床只有一分钟 它就决定了 你这十几年的 这个付出 对 就这一分钟 就决定了我的成败 感受一下先 热一下身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嗨 哈哈 雅兵姐要不要上来试一下 我觉得要有网感 你能感觉它的上上下下 对 对 屁股往后 把重心放低 然后腿 嘿 哈哈哈哈 哎 不对 哈哈哈哈 这玩意太难了 这东西 加油 好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这个奥运拿完以后啊 是不是从此以后 你就信心满满 算是 就是那个气场 一下就上来了 嗯 零八年过后 你的这个成熟的状态 比赛的经验会越来越多 然后你上场的这个坚定性 也会更比以前更强 对 我小时候可能看你打球的时候 那个眼神 我会去学习 嗯 会去临摹 然后加到 加到自己的项目上 所以我当时就是一举手 加上我一亮相 我就要告诉裁判 我下来就是第一 那像后来的比赛这个有没有遇到过 翻车的时候 翻 也翻车 我就最让我觉得难过的是2012年 嗯 2012年其实我那个时候的状态 已经到达算一个巅峰状态 嗯 我当时的比赛就是我随便比 我都可以拿冠军 哇 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的预赛 其实没有达到我自己预想的那么好 但是我预赛也是第一 嗯 后来决赛的时候呢 哎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太有自信 有的时候会忽略一些 细节 细节 所以我当时 呃 做到第九个动作的时候 我的这个队友就讲 太厉害 要缠脸了 我前面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好到那种 我最后失误了 我还拿成绩的那种 正常冲床比赛是不可能 失误了还能拿成绩的 因为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所以我在最后一个动作 松了 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 哦 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 我说怎么会出现这么低级 这个错误应该算是蹦床项目里最低级的错误 就是落地没有站稳 哦 我居然做到了最低级的错误 嗯 然后我当时我教练也傻了 我也傻了 我就坐在那个那个后分台上 我和我教练都没有表情 然后画面出来第三名 至少还有一个铜牌 嗯 还算欣慰 嗯 但是很可惜 你想你都失败了 你都还有第三名呢 那你成功了呢 对 就那一刻我真的 本来我那时候想练完12年 我就不练了 嗯 然后坐在领奖台上 那一刻我决定我一定要打下一家奥运会 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已经和08年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嗯 已经有那个好生心了 对 我就恨自己 对 我怎么能这样 我站在领奖台上 我08年我都没有哭 嗯 我12年的时候我站在领奖台上 我就真的是哭得眼泪哗哗的 嗯 我就想我怎么没有为我们国家奏响国歌 因为第二第三都是中国的国企 但是国歌不是我们国家的 我当时就是泪流满面 我就非常的自责 特别恨自己 我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那最后到了16年 以后来其实还是参加劳运会 参加劳运会 这非常非常的艰难 艰难到 就差这么一两分 跟我的队友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哪怕你给我一个第三名 我都非常的高兴 或者你给我一个第八 干脆就离奖台很远 对 你给我一个第四 就相当于梦想就在我旁边 我却站不上去 嗯 但是整个过程是让我满意的 因为我付出了所有的心血 16年算是我主动最认真练的那几年 我常常一个人逼自己跑步 一个人练自己别人不练的东西 然后一个人就是去治疗 晚上治疗到九点钟才回去 那你觉得最后这个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我觉得我努力了 那最后这个分数 嗯 由不得自己 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 到后来经历了这么多 其实是到最后 其实自己特别想要 要 非常想要 我觉得我应该为我的运动生涯 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 反过头来没有拿到 反正不管是自己的无奈也好 还是不甘也好 那只能选择退役了 对 那我觉得我伤病就是 不太允许我 实在不允许了 不太允许我去使用我的天赋了 啊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的努力的这个程度 已经跟我天赋不够了 嗯 你不能再用天赋去 去弥补你的 其他的那个状 不行的状态 没错 所以我就跟我家庭说 我说 干脆我就退了吧 反正尽力了 现在日常生活 就主要是孩子 围绕的孩子来了 围绕孩子 我离开他不会超过五天 因为五天是他剪指甲的一个周期 全家人都看不见他的指甲 只有我看得见 这妈妈做的 你这是全能型妈妈是吧 我希望我是 但是我还没有达到 这孩子现在这个好可爱了 一岁半了 哎呦 我就觉得每天是我就是快乐的这个圆拳 很好玩 就我觉得他每天都特别逗 文娜 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蹦床的奥运冠军 可以说誉为是蹦床公主 哎呦 老公主 老公主 谢谢 感谢你啊 把这么美丽的一项运动带给了我们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你 谢谢 非常运动 非常喜欢蹦床的一项运动 今天啊 我呢 也给你送一个礼物 我们杨和梦之兰 是中国棉柔型白酒开创者 口感棉柔 希望呢 这个和你家人一起可以分享 谢谢 谢谢 杨明姐 好 好 本栏目由凤凰网 与孟之兰 孟六家联合制作播出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之兰 孟六家 带你重温英雄传奇 见证强者之路